我和谢玉的婚姻是政治博弈下的悲剧 云中谢氏底蕴身后 祖上出过三位宰相 娶我之前 谢玉是圣国最富圣名的翩翩贵公子 他才貌俱佳 十九岁便高中状元 入了汉林院 仕途可谓是一片坦荡 所有人都说 他日后定会成为谢氏的第四位宰相 而我虽是公主 却是最声名郎籍的那一位 与他实在谈不上相配 我过去的生母是父皇的元妻 她是将军府的嫡女 当年妻子夺嫡 父皇能在一众皇子中脱颖而出 少不了我外祖家的助力 故而她登基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封我母亲做皇后 可父皇并不爱母亲 当初娶她 也只是为了将军府的兵权 皇后之位 是她能给母亲最大限度的补偿 她做皇子时 对我外祖多有忌惮 不敢内侧妃 只好委屈她的真爱宋娘子 做了三年外事 一招翻身做了皇帝 才敢雄啾啾气昂昂地 将宋娘子迎进皇宫 封了贵妃 母亲去她跟前讨要说法 她却呵斥她不懂分寸 还想方设法将外祖赶去了靖州 在那之后 母亲便一直郁郁寡欢 最终 在我七岁那年的夏天 她孤零零地死在了卫阳宫里 彼时宋贵妃刚怀上第二胎 父皇心疼她 带着她到行宫避暑 她接到消息赶回来时 已是半个月后的事了 金碧辉煌的宫殿看似平静 实则处处都是陷阱 我没了母亲的庇护 想要活下去就只能依仗父皇 所以当她出现在母亲的灵堂门前时 我只能压下心中的怨气 跌跌撞撞地扑进了她的怀中 痛哭流涕 盼着她能看在这些年来 我母亲安分守己的情分上 对我多几分怜惜 她被我的眼泪打动了 在母亲的灵堂里 承诺会将我好好养大 但好景不长 宋贵妃回宫后 一切都变了样 她是个有心机的女人 一回来就主动跟父皇提议 将我送到她宫中教养 瑶瑶与她年纪相仿 两姐妹养在一起 多好 当年我母亲因为她入宫的事 与父皇交恶 如今她却愿意抚养我长大 多么地宽宏大度 父皇龙心大悦 夸赞她唇善 为了名声 宋贵妃从不在 吃穿用度上磕待于我 甚至对我比对自己的 亲生女儿萧青瑶还要好 萧青瑶有的 我有 萧青瑶没有的 我也有 我担心她想捧杀我 言行愈发谨小慎微 生怕多生事端 可我千访万访 意外还是发生了 宋贵妃即将临产的时候 太傅表扬了我的课业 却批评萧青瑶的文章 太过浮躁 萧青瑶气不过 骂我是媚娘的贱种 为了陷害我 她不惜以身犯险 纵身跳进太叶池 她没有大碍 一旁的工人很快将她救了起来 但宋贵妃却受到惊吓 提前早产了 产房里的叫声 一声比一声凄厉 父皇急匆匆赶来 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狼心狗肺的东西 小小年纪竟如此恶毒 我没有解释 因为我知道 她是不会相信我的 和宫上下 谁不知宋贵妃带我亲后 说她的女儿陷害我 有谁会信 宋贵妃叫唤了一夜 血水一盆接一盆往外抬 终于如愿以偿 生下了一个小皇子 母子平安 父皇阴沉的脸上 终于有了些喜色 我站在殿外 远远看着他们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预感到自己 在临安宫的日子 恐怕就要过到头了 肖青瑶落水一室 让父皇认定 我是个未不熟的白眼狼 他对我仅存的愧意 就这么没了 而宋贵妃刚替他 生下了长子 我若是继续待在临安宫 叫他如何放心地下 我的名声彻底坏了 偌大的后宫中 没有一个人 愿意接下我这个烂摊子 父皇左思右想 最后决定将我流放 我就这样被赶出了皇宫 在京郊外的白云冠 度过了接下来的十年光阴 我原本以为 自己会在道冠中过完余生 其料永昌十九年 父皇突然为我定了一门亲事 命我即刻回宫完婚 我不在宫中这十年 后宫并不太平 宋贵妃本以为 自己能母平子归 执掌奉印 却不想在我离宫的第二年 肖青瑶与小皇子 皆染上了天花 双双早腰 他还未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 父皇却又给予了他 另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膝下子嗣西伯 架不住朝臣的催促 广纳后宫为皇家开之散业 非但如此 他还封了新入宫的 王室女为后 宋贵妃心心念念了 那么多年的后卫 被他又一次许给了别人 他闹到父皇面前 父皇却像当初呵斥我母亲那样 呵斥了他 他心如死灰 终于明白 在父皇心中 权力始终都比情爱更重要 时光白居过细 父皇又有了新的儿子 那是王皇后为他诞下的嫡子 宋贵妃却走上了我母亲的老路 在临安宫中郁郁而亡 享年不过三十有二 有趣的是 父皇冷落宋贵妃多年 却又在他轰事后 突然念起了他的好 他执意要追封宋贵妃为后 王室尚在 此番举动 无疑是不合理法的 一时间 觐见的奏折如雪花一般呈上来 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 要属御使大夫谢逊 而这位谢大夫 正是谢玉的嫡亲伯父 闻死贱 无死战 阎官的职责 就是在皇帝犯糊涂的时候 用尽一切方法 把他拉回正道 谢大夫是个一根筋的老头 眼见地奏折不管用 竟欲碎手禁剑 当然 他激进的法子 没能成功 两个太监把他拦住了 后来在场的工人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无意不是心有余悸 谢大夫老当义壮 若是他壮住前 没说那么多大道理 直接不管不顾 就往前奔 那两个太监 真不一定能拦住他 父皇人到中年 性子愈发叛逆 谢大夫弄巧成拙 非但没能让他悬崖勒马 反而坚定了 他追风宋贵妃的决心 他称病罢巢 关起门来 一门心思 研究对付谢大夫的办法 打板子 罚贵这些低级的惩罚 是派不上用场了 阎官的骨头硬 连死都不怕 这些皮肉之苦 又怎能让他们屈服 天天人家说的话 还句句在理 父皇不愿被扣上 昏君的帽子 就不能闭着眼睛 剥夺他们的官职 父皇苦思冥想 终于在罢巢的第七日 扶植心灵 想出了一个极妙的法子 他要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谢氏最初挑的儿郎 谢大夫让他不痛快 他便要让谢大夫也不痛快 但宫里没有试驾的公主 父皇这才想起了 远在白云冠的我 大手一挥 定下了我与谢玉的婚事 于是乎 恶心谢大夫的担子 就这样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君王赐婚 下沉没有拒绝的资格 且为防止外妻干政 我朝有祖制 驸马宜兵 不许入室 其子不许入任京志 这就意味着 谢玉这个被整个家族 寄予厚望的明日之星 便要就此陨落了 偏偏 此举合情合理 让人挑不出错处 父皇在棋盘上 落下了一颗扭转之棋 他以一种谢大夫 绝对无法拒绝的方式 给予了他和谢氏 最致命的一击 谢玉的仕途固然重要 但谢氏一族的名声 更重要 纵使心中有千般不愿 万分不甘 他们也绝不可能 为了谢玉 断送整个家族 引以为傲的风骨与坚持 对于这门婚事 我是拒绝的 我生平最大的愿望 不过是远离宫廷 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可我若是与谢玉成婚 余生注定不能安稳顺遂 举国上下 爱慕谢玉的女子 多如过江之计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也无妨 回宫见父皇的路上 我特意绕道去了一趟魏阳宫 求见王皇后 我听闻这位季后家中有一包妹 年纪与我相仿 且对谢玉情根深重 若我能说服王皇后 出面游说父皇 或许赐婚之事 尚且还有一线转机 其料我向王皇后 说明来意后 她竟一口回绝了我的提议 为何 年轻的皇后清浅一笑 谋中是与年纪不符的沉稳 公主可知 谢家原本主义的女郎 是崔家的嫡女 寥寥数语 犹如惊雷 她是在告诉我 崔家女嫁不得谢玉 王家女自然也嫁不得谢玉 这场赐婚 明月上是为报复谢大夫 实际上却是父皇为了防止 世家联姻 威胁皇权所设计的一出好戏 她太了解谢大夫的秉性 故意用追风送贵妃的事 为她做了一出局 谢大夫年事已高 当不了几年官僚 谢遇上了公主 就在无封侯败相的可能 如此这般 十年之内 谢氏在朝堂上 在南游所建树 父皇在朝阳殿召见了我 他胖了些 一眼瞧去 倒是多了几分和蔼 他拉着我好一阵嘘寒问暖 说自己为我寻了个 风华绝代的好郎君 往后的日子 都会让我活得风风光光的 他嘴上说着心疼我 可我瞧得分明 他眼底没有一丝懊悔 他早已忘记了 害得我母亲和宋贵妃 郁郁而终的人是他 将我流放到白云冠的人 也是他 在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里 所有人的苦难 都是拜他所赐 走进朝阳殿之前 我设想了无数聚婚的理由 但当我对上他那双浑浊的 野心勃勃的眼睛 我却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任何理由都是徒劳的 这桩婚事是父皇对谢氏的惩罚 更是他对门阀士族 满朝文武的警告 他打定主意 要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众人 他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人能忤逆他 眼下我若是贸然聚婚 只会得不偿失 三月三 上四日 我穿着凤冠霞配从一个牢笼走出来 然后又走进了另一个牢笼 谢玉对我这个妻子显然是不喜的 我在洗房中等了他许久 直到半夜他才姗姗来迟 还一进门便倒在洗床上 醉得不省人事 洗房里的下人们患不省他 担忧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镜子接下红盖头 安排下人替他更衣洗漱 一旁的老嬷嬷不赞同地看着我 公主 这不合理数 自古以来 新娘的盖头 都是要新郎挑起来才行的 我亲自取了洗衬塞到谢玉手里 驸马 起来挑盖头了 谢玉烂醉如泥 胡乱挥了挥手 他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又如何能握住洗衬 摸摸嘴角抽搐 却又无可奈何 洗漱完毕后 我准备吹灯睡觉 原以为折腾了这么一天 我应该能很快入睡 但我低估了谢玉对我的影响 他喝醉后其实很乖 不会讲梦话 不会裹被子 也不会打呼噜 只是我习惯了一个人 眼下一个大活人 躺在我身边 我实在是难以入眠 但把一个酒醉的人踢下床 又伪食不太道德 我辗转反侧 直到后半夜才看看睡过去 没睡多久 就有下人来敲门 告知我谢玉的父母 已经恭候多时了 我顿时觉得头大如斗 晨婚定省 是寻常人家做媳妇的规矩 上公主则与之不同 我进谢家的门 不是来做媳妇的 而是来做祖宗的 公婆非但喝不到我的媳妇茶 见了我还得跪安行礼 好在他们并不打算在京城定居 此番入京只是为了官礼 明日就将启程返回云州 他们走后 公主府里便只剩下 我和谢玉两个主子 我命人将谢玉的铺盖 搬到隔壁厢房 她甚是不解 是我做错了事 惹公主厌烦了吗 我不答反问 谢玉 你喜欢我吗 我的话语太过直白 她正了一下 答不上来 只能长久地沉默 但有些时候 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答案 于是我便知晓了她的心意 我垂眸看着身前 澄澈平静的湖水 她像一面镜子 倒映着少年人 俊秀挺拔的身影 谢玉光风济月 纯善温和 如上好的绝世美玉 她什么都不用做 光是这样静静地站着 都让人如目清风 而她身边的轻衣女子 却如此平凡 她身形消瘦 容貌不算明艳 只能勉强称得上轻力 当她站在那如狱的少年身旁时 便显得暗淡无光 春风拂过湖面 柳条随之摇曳 我转过身 认真地看着谢玉 温柔澄澈的眼睛 这桩婚事本就 不是你我自愿的 我们既无情意 平日里就不用给彼此添堵了 谢玉上年成名 虽说性格温和 骨子里却最为骄傲 接下来的一年里 我们虽然住在同一座府邸里 但除去一些不得不 共同出席场面 我们基本是不见面的 在不知内情的人眼中 谢玉是最体贴的驸马 我们相敬如宾 如同世间寻常夫妻一般 只有我身边亲近的人才知道 我和谢玉 我们不过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罢了 忍东姑姑为此颇为苦恼 她原先是我母亲身边伺候的旧人 我成婚时特意向父皇讨了恩典 让她到公主府服侍我 婚后第二年 谢大夫的夫人突然生了肠怪病 一夜之间卧床不起 她医院的御医来看过 皆是没有头绪 我回宫时白云冠的老冠主 送了我一枚玉佩做贺礼 她与药王谷谷主事旧相识 凭借这枚玉佩 可以请谷主帮忙救人 我亲自前往药王谷 求回了一枚丹药 谢夫人服下后 果真药道病除 我平日里爱好作画 尤其擅长画山水 便在城中盘下了几间画斋 白日里我多半都在画斋中作画 谢玉为向我致谢 在我十九岁的生辰时 投其所好 亲手为我绘制了一幅画像 作为生辰礼赠予我 我向她道了谢 直接将画轴递给下人 驸马的话 本宫很喜欢 谢玉紧紧抿着唇 公主都不曾打开看上一眼 谈何喜欢 左右不过是人情往来 她又何必深究 我淡淡地笑 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疏离 驸马文采斐然 出自你手的画作 自然是上乘佳作 本宫乏了 驸马也早些休息吧 谢玉文言 眼眸里的光 一点点暗淡下去 回房的路上 忍东姑姑颇为苦恼 驸马 有一同公主亲近 您为何一再将她拒之门外 她说我若是晚些转身 瞧见谢玉失落的面容 或许就不会舍得走了 我笑而不语 她不懂 我和谢玉是注定要分开的 在离别到来之前 我们还是不要有过多的纠缠为好 冬至前夕 京城落下了一场大雪 忍东姑姑指我喜爱梅花 不知从哪里寻来了红梅 插在我房中 梅香清冷 虽不璀璨 却自怀一股傲然 有人远道而来 约我在城郊的某座山庄一续 我斧着拜帖上的印记 心情久久未能平复 她静静的是 驸马知晓吗 忍东姑姑轻声答道 自然是知晓的 五日前 崔侍郎曾给驸马下过帖子 邀她过府一续 想来应是与崔小姐见过面了 她口中的崔小姐 便是那位差一点 就要与谢玉定下婚约的 崔家嫡女崔婉音 崔婉音约见我的理由 与谢玉有关 为了与谢玉在一起 她愿意放弃身为 世家嫡女的身份 甘愿自请为妾 她匍匐在我身前 不住地向我磕头 白皙的额头上 很快便是一片青子 崔 谢两家 本就是世交 谢玉的母亲 更是崔婉音的亲姨母 崔婉音自幼爱慕谢玉 她与谢玉成婚 本该是件水到渠成的家事 却不想半路上杀出了我这个成咬金 硬生生毁了一段好姻缘 婉音心系表哥 求公主成全 貌美的姑娘跪在地上 求我成全她 她哭得那样伤心 连天地都忍不住为之动容 可我还未来得及开口 门却突然被推开了 屋外飘着雪 谢玉带着初冬的寒意 急切地走了进来 见崔婉音额头一片青子 她连忙将她搀扶到 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然后才躬身向我行礼 婉音表妹孩子心性 她打小在家中胡闹惯了 谢玉替她向公主赔罪 还请公主莫要与她计较 为了心爱的姑娘 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施了礼数 傍晚 谢玉来我面前请罪 崔婉音此番进京 是从家中偷跑出来的 她家长辈抑郁给她说门亲事 但她心中装着谢玉 自是不愿嫁与他人 谢玉言语兼满是无奈 话里话外 却都是向着崔婉音的 我淡淡一笑 是家女子最重明节 崔婉音此举虽是离京叛道 但也恰恰说明 谢玉在她心中的分量极重 这样一份真心 就是千金也难换 我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梳妆匣 匣子是我母亲的遗物 里面装着我从小到大以来最宝贵的一切物品 匣子的最下面 是我在新婚页写下的和黎叔 我将她取出来 小心翼翼地展开 然后递到谢玉面前 拿去吧 莫要辜负了崔姑娘对你的情谊 谢玉将那和黎叔翻来覆去 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们的婚事是陛下亲赐的 她常常叹了口气 眼底隐隐露出几分无奈 萧清月 你不是小孩子了 闹什么脾气 可我不是闹脾气 我是认真的 从嫁给她那天起 我就在很认真很认真的 盘算着与她合理 我微微弯唇 扬起一抹笑意 父皇那边我自会去解释 你专心安抚好崔小姐便是 风把窗户吹得呜呜作响 谢玉身形一正 她默然将手中的和黎叔 撕得粉碎 一字一句道 萧清月 我不会与你和黎 你这又是何必 我叹了气 耐心解释道 我们原本就是被迫捆绑在一起的 分开对你对我都是好事 谁说我和你在一起是被迫的了 谢玉死死地盯着我 眼眶微红 我若是不喜欢你 为何要送你画像 为何要赠你梅花 我若是不喜欢你 又何必拘着性子 不敢靠近你 生怕惹你厌恶 自成婚以来 她第一次对我说了这样多的话 可这些话 我却是一个字也不敢信 她因我断了仕途 误了良缘 她恨我还来不及 又怎会喜欢我 眼在袖中的手紧握成全 因为太过用力 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转身欲走 却被握住了手腕 她语气急切 清悦 你听我解释 我的确是喜欢你的 我挣脱不开她的桎梏 忍不住促起眉心 你把我弄疼了 真正喜欢一个人 是不会这样的 谢欲一正 连忙松开我 我深深吸了口气 谢欲 你样貌好 出身好 学问好 从小到大 爱慕你的姑娘 多到可以从京城排到云州 而我是你的妻子 天天又是一个不喜欢你的女子 所以你看我时 便觉得我与天底下其他的姑娘都不一样 我顿了顿 抬手抚平她紧促的眉头 所以啊 你觉得自己喜欢我 其实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谢欲 你只是不甘心 风声停下的时候 谢欲转身 走进了无边的夜色里 我面无表情地瞧着她离去的背影 眼泪却雾渍落了一地 她若是回头 便能将我眼底那些往日里 从不敢外露的情绪 瞧个分明 但她不会回头 她是光风即月的谢三郎 她有自己的自尊与骄傲 我对她说了那样绝情的话 她又岂会回头 待她走远了 远到我再也瞧不见她 我才敢放任自己哭出声音 忍东姑姑默默替我披上披风 眼中是浓浓的不解 公主分明是喜欢着驸马的 为什么非要将她往外推呢 能嫁给心爱之人 何其难得 能嫁给心爱之人 的确难得 可我喜欢的人和我在一起 我们都会过不好这一生的 我乃重生之人 拥有两世的记忆 上一世 我对谢玉一见倾心 在她挑起我的盖头的瞬间 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为了讨她欢心 我做了很多努力 她善吟诗作对 我钻进书房 潜心学习诗词 她洗山水画作 我不惜花重金为她搜罗 大家名作 我费尽了心思 绞尽了脑汁 只为她能对我笑一笑 只可惜 谢玉不喜欢我 她不喜欢我 所以无论我做什么 她对我总是淡淡的 那双有黑的毛子 就好像一潭平静的死水 翻不起一丁点波澜 她看我 与看一朵花 一棵树 一块石头 并无不同 我无比沮丧 发誓再也不要喜欢她了 但有时候 放弃一件事 总是比坚持一件事 要困难得多 于是我很快 又给自己 找了个别角的理由 我告诫自己 不能太贪心 高岭之花 都是这样的 世间万物 在她眼中 并无不同 我编织了一场美梦 在梦境中 物质欢喜 直到崔婉音出现 让我无法再自欺欺人 谢玉对崔婉音 是截然不同的 在她面前 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会笑 也会生气 我站在墙角处 默默打量着他们 一个角角如明月 一个璀璨似娇阳 看上去是那么的般配 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 我就快要失去谢玉了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 所以当崔婉音 求我允她进门坐窃时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 举国闻名的美人 跪在我面前 哭得梨花待雨 她向我发誓 说她会安分守己 只求能陪伴在谢玉左右 但我在皇宫里 看过太多的 尔虞我诈的争宠戏码 安分守己这四个字 在我看来 不过就是一场笑话 崔婉音被我揭穿后 面上有一瞬的尴尬 但她很快又笑了起来 她笑得那样刺目 强行把谢玉 困在你身边有什么意思 所有人都知道 谢玉她不喜欢公主您啊 谢玉不喜欢我 她的话就像一把无形的尖刀 狠狠刺穿了我的心脏 但饶是如此 我亦不肯退步 我是圣国的公主 是与谢玉拜过天地的妻子 只要我不点头 她就是把头磕出个窟窿 也无济于事 崔婉音是蛮着家中长辈 偷偷跑到京城来的 我将她勾引当朝驸马的事 散播出去 崔家嫌她丢脸 直接将她送进了尼姑庵 自从这件事之后 谢玉待我愈发冷淡 她不曾开口指责我一句 可她的言行举止 无疑不再告诉我 她连看我一眼 都觉得厌恶至极 崔婉音削发维尼的第四年 柳州发了洪水 公布侍郎张宇奉旨赈灾 张宇是谢玉昔日的铜窗 临行前 她曾上门向谢玉商讨治水的法子 这件事不知被谁捅到了父皇面前 父皇大发雷霆 罚了谢玉半年俸禄 已是惩戒 自此谢玉一病不起 太医过府为她诊断 说她忧伤成疾 身体已是强弩之末 似是为了验证御医的话 谢玉壳的血一日多过一日 眼眸也日渐浑浊 在不复当初的明亮澄澈 她死的那日 院子里飞来了一只鸟 我将她搂在怀里 指着窗外的春光 你要快些好起来 太叶池旁的柳树抽芽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 她却费劲地摇摇头 拒绝了我 那 你想去哪儿 四目相对 她眼中无悲无喜 徒留一片荒凉 去没有你的地方 殿下 要是你我不曾遇到就好了 我身形一僵 心中痛如刀角 原来 谢玉恨极了我 她恨我断她仕途 还恨我误她良缘 春风带着良意 从四面八方涌来 带着窗外的鸟 一起飞出了牢笼 谢玉下葬后不久 崔婉音在尼姑庵中 服毒自尽了 有好事者将她与谢玉的前臣 就是翻了出来 众人亚然 随后唏嘘 这才知道她 竟是为谢玉性情 传言越传越盛 后来人人都说 他们和该是天造地摄的一对 我听得多了 竟也觉得他们说得在理 我从未被人爱过 也不懂如何爱人 遇见一个喜欢的人 只知道要拼命抓住她 将自以为是的爱 一股脑地硬塞给她 若是我和谢玉不曾做夫妻 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是这番模样 我醉生梦死 最终在下马车时踩空 活生生摔死了 再度睁眼 我回到了白云罐 手中正握着父皇赐婚的圣旨 道罐里的女弟子们 听闻我即将嫁给谢玉 纷纷打趣我 哎呀呀 那可是举国闻名的好郎君呀 阿月真是好福气 我笑笑 没有说话 我不会再将谢玉捆在我身边了 我不愿再爱她 重来一世 我只愿我们都能活得自由自在 谢玉将自己关在院子里 称病不肯见人 小舅舅给我传信 他说我外祖病重 他想让我去靖州见他一面 我带着开春时酿造的桃花酒进宫求见父皇 酿酒的配方是母亲生前留下的 他交给了忍东姑姑 如今忍东姑姑又交给了我 从前我在白云罐的修行时 老罐主最爱和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 他说人老了 最是念旧 我坐在马车上 祈祷希望父皇也能像老罐主一样 对救人多几分挂念 万幸 父皇喝了我带来的桃花酒 面上浮现出了久违的愉悦的神色 死亡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他会和时间一起 慢慢淡化生者 对死者怨与恨 不断美化他曾给予我们的温暖与美好 母亲走了十二年了 父皇早已不是从前那个 需要妻族帮衬扶持的落魄皇子 时隔多年再想起母亲 他不会像年轻时那般抱怨 反倒多了几分感慨 甚至怀念他曾经的陪伴 因此 在我提出想到静州探望外祖时 父皇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并未多加阻拦 回到公主府后 我即刻开始收拾行李 谢玉听到消息 主动来找了我 提出想陪我一起去静州 被我婉拒了 过几日便是谢大夫的寿担 你应当多陪陪他才是 谢大夫是个君子 我与谢玉的婚事 阻碍了谢玉的仕途 他痛心疾首 却不曾将怨气发泄在我身上 还多次嘱咐谢玉 要对我以礼相待 谢玉看着我 黑尘的眼睛里盛满了执拗 我喜欢自己的妻子 想和他长相厮守 有错吗 萧清月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样讨厌我 我没有将那些前尘往事 说与他听 只是平静地说 你没错 但天底下 没有哪条律法规定 你喜欢我 我就一定要回应 你的喜欢 谢玉往后退了半步 一片雪花 恰好坠落在他紧促的眉心 他自嘲地笑了一声 我真是疯了 才会喜欢上你这样铁实心肠的女子 他落寞地垂着头 向来笔直的脊梁 也有些颓了 那副模样 着实惹人心疼 但是啊 我也曾将一颗真心捧到他面前 百般讨好 千般顺从 为怨他垂怜 我若是心疼他 那么 又有谁来心疼上一世的我呢 从京城到静州 乘坐马车 需要一个半月的路程 我在白云观 那几年学过马术 为了节约时间 我决定带上一对护卫 骑快马去静州 骑马太颠簸 任东姑姑担心我受不住 我摇摇头 握住他的手 只是骑几天马而已 不碍似的 外祖戎马一生 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接到信时 我心中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到了静州我才知道 外祖的情况 竟比我想象得更糟糕 他已经病得下不了他了 大多时候他都在昏睡 每日只有两三个时辰 是清醒的 我和小舅舅陪着他 熬过了漫长的冬季 但他还是在一个春日里离开了 他去世的前一天 突然来了兴致 要我们推着他去屋子外面转转 院子里的桃花开了 他命人将最大最好的两只剪下来 一只塞到我手中 一只塞到小舅舅手中 阿锦 玉娘 爹爹回来了 爹爹还给你们带了花泥 阿锦是我大舅舅的名慧 玉娘则是我母亲 外祖今年六十七岁 他膝下三个子女 两个都死在了他前面 小舅舅告诉我 外祖一直觉得 对不起我和母亲 父皇伤了母亲的心 他多想不管不顾 冲进皇宫带我们走 他麾下有五万将士 但将士们家中皆有孩童妇孺 他岂能用他们的命 去报自己的丝绸 我忍不住流泪 母亲去世前 也曾紧紧握着我的手 说他愧对自己的父兄 若是他当年没有爱上父皇 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外祖下葬后 我准备启程回京 小舅舅亲自将我送出城门 他看出我有心事 对我说道 若是在京城不开心 随时可以来靖州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心下一暖 待我处理好京城的事 再来靖州看您 谢玉不肯松口和离 我只好在离京 前往云州谢家 寄了一封和离书 拜托谢玉的父亲 带他签字 算算十日 回信也差不多该送到京城了 回京后 谢玉来找过我几次 均被我以舟车劳顿 为由拒绝了 收到谢府带签的那封和离书后 我直接进宫求见父皇 他得知我欲语谢玉和离 龙颜大怒 我跪在大殿上 额头尽出汉字 父皇曾允认诺而臣 会实现而臣一个愿望 此话如今可还算数 前年幽州大汉 国库紧缺 拿不出赈灾的银两 使我站出来牵头 说动京中女眷捐钱 凑出了一半的赈灾款 父皇颇为感动 当众许诺 可以为我实现一个愿望 如今我来找他兑现承诺了 宫室里灯火通明 父皇高坐在龙椅上 额前的缅珠遮住了他的眼睛 让人看不清他的面容 你当真要与驸马合理 我深吸口气 功声答事 发过一通脾气后 他的声音已经冷静下来 自从谢玉与我成婚以来 各大世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明哲保身 父皇的目的已然达到 不过打一巴掌 总归还是要给柯田早 世家们已经用行动表示臣服 父皇自然也愿意 与他们缓和关系 我与谢玉合理 便是最好的信号 他沉默地看了我好一会 我始终保持着镇定 隔了许久 他叹了口气 语气软了三分 我瞧着谢驸马 对你还是有些情义的 你对他就一点也不心动 不曾 我抬头 隔着大殿平静地 与他遥遥相望 儿臣自幼在道观中修行 早无男女之思 再者 难道他喜欢我 我就一定要喜欢他吗 父皇爱猜忌的毛病 已经深入骨髓 哪怕自己本就有意 与世家缓解关系 他依旧担心 我是受了谢玉的蛊惑 才提出和离 所以我必须要让他相信 我不曾对谢玉动心 一丝一毫 一时一刻都不曾有过 谢玉搬出公主府那日 上京落下了一场春雪 我将谢玉送至门外 天地间一片银白 而我瞧着他的脸 竟是鼻血还要白上三分 他执拗地看着我 最后一次问我 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我想了想 柔声道 你若快些走 兴许还能赶上 谢大夫家的午膳 谢玉眸色沉沉 好看的薄唇紧紧 抿成一条直线 就这些 我看向他 言辞诚恳 此后一别 愿君仕途坦荡 姻缘美满 百年之后 子孙满堂 谢玉脸上露出痛恶之色 半晌 他自嘲一笑 转身走进了风雪里 我看着谢玉的背影 陡然想起十年前 我与她的初见 也是在一个下雪的日子 那天是我母亲的生辰 京郊也下着这样大的雪 谢玉随父母静静探亲 风雪太大 不宜赶路 他们到白云罐中避雪 我在偏僻处 悄悄祭拜母亲 闭着眼叙叙叨叨地说着近日发生的事 说到伤心处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待哭够了 墨一回头 眼前突然多了个粉雕欲灼的小郎君 他正对着我笑 问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满心阴郁随口答道 我母亲死了 我父亲娶了其他女子 我犯了错 她便将我送到了这道罐中 谢玉听后眉头一皱 语气惆怅 就算你犯了错 你父亲也不该这样对你 他这样做 你该有多难过呀 父皇是皇帝 皇帝不会犯错 于是所有人都说 父皇把我送到白云冠 是我活该 而谢玉是唯一一个 关心我会不会难过的人 他像一束温暖明亮的光 穿过厚厚的云层 照在了我的身上 于他而言 这只是漫漫人生中一个 微不足道的插曲 可我却记了许多年 所以多年以后 当他挑开我的盖头 在我记忆里藏了许多年的那张脸 突然与我身前的男子的脸重合的瞬间 我的心跳突然就慢了一拍 一段孽缘 就此展开 我心生贪念 想留住那束光 不成想却害了他 也害了我自己 风生凄凉 我瞧着雪地里 那个越来越小的背影 漠然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忽然就掉下了眼泪 眼泪掉进雪里 带着我两辈子的爱恨 消失不见 我与谢玉和离的事 让上经的权贵们都大吃一惊 在我的精心经营下 这几年 我的名声也算有所好转 平日里与我有交集的贵妇们 接二连三地上门与我谈心 有好事者将我们三人的纠葛 编排成贤淑 暗戳戳地指责我 仗着公主身份 棒打鸳鸯 我不堪其扰 索性收拾行囊 外出散心 一路向北 我见到了许多前世 不曾见到的风景 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忍东姑姑年纪大了 身体不如年轻时利索 途经青州时 恰逢阴雨天 她腰痛得老毛病犯了 我去药堂抓药 却被告知城里的大夫 去山头当土匪了 我大吃一惊 细细一问才知道 这是青州之州 陈巡搞的鬼 陈巡恶行累累 仗着官微欺压百姓 搅得青州民不聊生 一年前 他的父亲病重 他便差人抓了多名大夫 给陈老爷子看病 但陈老爷子年岁已高 最终还是死了 陈巡却认为 使大夫们医术不精 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将当日到陈家看诊的大夫 悉数杀死 我诧异地瞪大眼睛 救人是医者职责所在 但大夫是人不是神 又岂能打破 生老病死的法则 同阎王爷抢人 路人无奈地摇头 傻姑娘哎 陈巡那活阎王 可不像你这般讲理 他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咱们青州 还会是如今这副模样吗 那 你们为何不报官 报官 那人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当官的都是蛇鼠一窝 去报官 岂不是自寻死路 这里不太平 姑娘你一看 就是外乡人 还是快些走吧 青州的确不宜久留 天色尚早 我即刻退了客房准备离开 结果马车刚驶出城门 便被掠进了土匪窝 绑架我们的女土匪 名叫许朝延 他家祖上世代学医 当初被陈巡杀害大夫里 就有他相依为命的爷爷 而他今日将我掠上山寨 也并无恶意 打你进了青州城 就被人给盯上了 我要是不把你掠回来 你现在就该在那些个肥头大耳的贪官附身床上了 忍东姑姑一听 顿时脸色煞白 他们怎么敢如此胆大包天 有何不敢 许朝延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强强民女的事 他们可没少干 像你这样年轻的外乡女子 于他们而言 无异于肥肉 不过嘛 你也不用太害怕 他话音一转 抬起茶壶 倒了杯茶水递给我 我瞧你应是大户人家的姑娘 只要你愿意给五十两银子 明日我便派人护送你离开 五十两银子买个平安 忍东姑姑觉得这买卖不亏 她刚要从包袱里掏出钱财 却被我一把拉住 女侠豁出性命护我 只要五十两银子怎么够 你这是什么意思 许朝延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买卖了 但主动加钱的 我可能是第一个 他促起没盯着我 而我慢条丝里地抿了一口茶 才徐徐说道 我的命可金贵得很 当值 黄金万两 我跟许朝延说 我是当朝公主 但他不信我 公主只会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 怎么可能来青州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姑娘 你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忍东姑姑在一旁圆场 许姑娘见谅 我家小姐这是太害怕了 你可千万别把她的胡话放在心上 世道险恶 她并不赞同 我随意把真实身份 透露给陌生人 我示意她少安无躁 又继续对许朝延说道 你把我在这的消息放出去 且看我父皇会不会 遣臣子送黄金来赎我便是 许朝延是个脑子活络的姑娘 很快就想清楚了其中利弊 若我真是公主 皇帝必会派人来营救我 届时她便可以在使者面前 揭露陈寻的恶行 青州如今的世道 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 再不济 也只是赔上条命的事 一番合计过后 她决定赌一把大的 我修书一封 将信和随身携带的玉环 交给许朝延 让她派人送往京城的府衙 让父皇用万两黄金赎我回去 玉环是我回宫时 父皇赏赐给我的 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府衙里当差的人见了 必会向上承报 从青州到京城 需要十天时间 我特意嘱咐许朝延 让两人一起去京城 到了京城 一人进城送信 另外一人不入城门 直接折返 在沿途将公主 被绑架的消息散不开来 被绑架的第十七天 许朝延风风火火地 闯进我的屋子 萧青月 原来你真的是公主呢 她派去京城的人回来了 不但回来了 而且还是带着 父皇派遣的官员 一起回来的 她握着我的手 一阵感叹 阿江说 陛下看了你写的信 二话不说 就说要派人来救你 她那么宝贝你 怪不得你说 你的命值黄金万两 我笑笑 没有说话 其实 我写给父皇的 不是求救信 而是一封陈情书 父皇不会用 万两黄金来数我 在她心里 没有哪位公主的性命 能有这般金贵 但她绝对不能容忍 陈寻在她的王土上 作威作福 对了 京里来的大官还在外面 等着你召见呢 许朝延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跟你说呀 这大官可是个难得一见的美男子 不但相貌英俊 就连名字也很好听呢 我轻轻笑了笑 是吗 她叫什么名字 谢玉 她笑着夸赞道 君子如玉 温润而泽 谢大人的名字 同她本人很是相配呢 怎么会是谢玉 我微微一愣 指尖微微颤抖 京城里大大小小那么多官员 父皇为何偏偏要让她来 我随许朝延去见了谢玉 三月未见 她似乎消瘦了些 眼底隐隐泛着青涩 见我无碍 她堪堪松了一口气 却又在得知 我今日并不打算跟她一起离开时 促起了眉头 公主 这太冒险了 陈仙派人送您回京 假以时日 陈定慧将陈寻绳之以法 我摇头 拒绝了谢玉的提议 陈寻在青州手眼通天 要是不冒险 青州百姓的苦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陈寻一日不除 青州百姓便要多受一日的苦 百姓受苦 本宫身为公主 岂可独善其身 谢玉一言不发 直到天边的云矮 被落日染成漂亮的橙红色 她才终于妥协了 公主接下来有何打算 我便勾了勾唇脚 将计划和盘拖出 夜幕渐渐落下 谢玉也要离开了 陈寻能在青州作恶这么些年 肯定没少上下打点 谢玉这一行 虽有意隐瞒行踪 但以防万一 她不宜再次久留 清风吹过 谢玉同我败别 我一起身 向她还礼 谢大人 我替青州的百姓先谢过你 他们的命 我的命 就悉数托付给你了 谢玉抬起眼截 眼神似忧怨似委屈 公主如今 竟是连我的名字 也不愿换了吗 我微微一正 随即笑道 男女有别 我只是怕 玷污了谢大人的名节 谢玉面上 闪过一抹哀怨之色 转身仓促离去 许朝言健壮 扯了扯我的衣袖 我怎么感觉 你和谢大人这关系 不一般啊 我恩了一声 轻笑道 他呀 是我不久前 刚刚合离的驸马 许朝言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 我却只觉得释然 前世今生 我花了如此漫长的时间 总算能坦荡地说出 我与谢玉曾经的关系 接下来的几日 谢玉都与陈荀待在一块 许朝言与他们谈判过三次 陈荀长了一张三寸不烂之蛇 但任凭他如何劝说 许朝言都不肯松口 执意要等拿到赎金后 才肯放了我 三次谈判 皆是不欢而散 谢玉大为光火 他以剿匪的名义来到青州 父皇给了他两千精兵 他不止一次 在陈荀面前放出狠话 等人马到齐 定然要将这群贼人 杀个片甲不留 陈荀渐渐渐对他放下了戒心 在他看来 谢玉只不过是一个摄政未深 还一心想立功的矛头小子 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他乐得配合谢玉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所谓土匪 皆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苦命人 这些人恨他入骨 他助谢玉救出我 既能将这些反抗他的人消灭 又能在父皇面前邀功 亦是二鸟 何乐而不为呢 土皇帝坐得久了 陈荀的性子也被养飘了 直到我与许朝炎并肩出现在他面前 他才意识到自己中了我们的圈套 陈荀想逃 但他察觉得太晚了 谢玉率兵马将臣府团团围住 陈荀知道自己若是背秦 定是难逃一死 便想拉我给他垫背 公主有勇有谋 陈荀佩服 他成人不备 从袖中掏出一柄精致的弓弩 但你害我至此 这黄泉路 公主便陪我一起走吧 一只黑箭朝着我的胸口飞过来 电光石火之间 有一只手猛然拽住我 回过神时 陈荀被护卫制服 他的脸被按在泥土里 他却不管不顾地笑起来 好好好 虽杀不了公主 但有谢氏公子与我作伴 也算值了 他这是何意 方才谢玉将我护在怀中 自己却被剑擦破了手臂 莫非 剑上有毒 我慌忙抬头 却见谢玉唇色发污 额上也生出了细细蜜蜜的冷汗 他眉眼间都是痛楚 却竭力对我挤出一抹笑意 清月 别怕 话音未落 他两眼一闭 晕了过去 谢玉侥幸捡回一条命 他没伤到要害 许朝延及时配置出 解药帮他解了毒 我和他一起押送陈巡回京 他的罪名多达三十余条 父皇下令判他绞刑 行刑时 特意命朝中官员前去观刑 以警校友 父皇很满意我的表现 问我想要什么赏赐 我说我想要在南方置办一间宅院 不必复利堂皇 不必丝竹绕耳 只要永永远远地属于我就好 当日我执意留在青州 是为了百姓 亦是为了我自己 上苍既让我重活一世 我又怎甘心一辈子 被困在这四四方方的天地里 我想逃离这座皇城 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父皇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 抚着胡须大笑 如此大宫 一间宅院怎么够 他册封我为宁定公主 封一灰城 我大喜过望 灰城地处江南 最是富饶 没想到 父皇竟会将这么好的地方 赐给我做封地 出宫后 我便开始清点公主府的财物 一个月后 我带着忍东姑姑 前往灰城 马车刚驶出城门不久 有人策马而来 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掀开车帘 撞进了一双凛冽的眼睛 谢玉一身白袍挡在马车前 消瘦的脸庞 苍白的可怕 谢大人特意来为我送行 陈寻的案子结束后 谢玉就病倒了 父皇知晓他 为了救我受伤 特意派了太医替他诊治 嘱咐他好生休养 谢玉执拗拗地看着我 答非所问 病中这些日子 陈做了一个梦 梦中之事令陈心乱如麻 还请公主解惑 她仰着头 嗓音发颤 梦中有人爱我入骨 她听闻我喜好丹青 便费心为我找来大家名画 说起前尘旧梦 她谋色愈发温柔 我不欲与她攀扯 问道 那你可有梦到 她送你的话 被你放在哪儿了 谢玉一正 面色瞬间变得晦涩 见她一言不发 我便轻笑一声 替她答道 那幅画被你烧了 前世 崔婉音被送进尼姑庵后 我有一同谢玉缓和关系 费尽心思找来价值千金的名画 当作生辰礼赠予她 而她未曾看一眼 便把画扔进了火盆中 厌恶之意溢于言表 这样名贵的画作 经了你的手 也成了污秽的俗物 谢玉猛然抬头 满眼不可置信 为何你会知晓我梦中之事 你也做过和我一样的梦 非也 我安静地看着她 你梦见的是你我的前世 梦中的每一件事 都曾真真切切地发生过 聪慧如她 不会听不出我话语中的深意 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今生她三番两次放下身段挽留的人 竟是她前世最不屑一顾 厌恶至极的人 风声骤起 吹灭了谢玉眼里最后一丝光亮 好半天 她才哽咽着问了一句 你为何不早些告诉我 此不与怪力乱神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她 再者 你扪心自问 若是我同你说了这些事 你就会信我吗 谢玉闽纯 静默不语 我便替她说出了答案 你不会信我的 你明知这桩的婚事 是父皇制衡世家的手段 可你无力反抗至高无上的皇权 只好将心中的怨恨 发泄在我身上 你从未了解过我 便嫌我的爱低贱 可是谢玉 这样浅薄的你 又如何配得上我坦荡的喜欢呢 谢玉亮呛两步 面容灰败 两久 她叹了口气 眼角的泪水 硬生滑落 她勤着泪问我 我前世伤你至深 所以 无论我今生如何挽回 你都不会再回头看我了 是吗 我点头 恩了一声 这一世的谢玉 不曾伤我 怨我恨我 但前世种种太过痛彻心扉 不恨她 已是我的极限 谢玉 爱你太苦了 这一世 我想试着爱我自己 谢玉眼底是掩盖不住的痛色 她仰天一笑 而后撕下衣袍上的一节白布 递到我面前 你曾同我说 爱一个人便不会舍得让她难过 若是和我在一起 你便永远不会开心 既是如此 我又怎能将你困在身边 天地一片苍茫 风吹乱我的头发 又将她的衣袍吹得呼呼作响 我释然一笑 从她手中接过那块白布 谢玉 再见了 这一次 是真的再也不见了 与MBSP 谢玉翻外 我喜欢上了我的妻子 但她不喜欢我 我和萧清月的婚事 是陛下亲自定下的 为了防止 世族势力扩大 她将自己的女儿 许配给了我 一夜之间 我从人人艳羡的青年才俊 沦为不得摄政的皇家驸马 大伯父为此彻业难免 所有人都觉得 我在这场婚事里吃了大亏 一身才华抱负 无法施展不说 还得面对一个心狠手辣的妻子 是的 心狠手辣 我的妻子萧清月 是早失的缘后 唯一的女儿 缘后去世后 她被宋贵妃带回宫中教养 宋贵妃将她视如己初 她却狠心将宋贵妃的女儿 她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推进水中 差点害死了她 那一年 她才不到八岁 陛下得知此事后 大发雷霆 将她流放至京郊的白云冠 直到定下与我的婚事 她才被接回宫中 婚期定在三个月后 我父母特意从云州赶到京城 母亲见了我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只恨自己动作不够利索 没有早点 替我定下一门趁心如意婚事 她原本为我相看好的姑娘 是她的亲外生女崔婉音 有时我们曾在一起相处过 那是个文静端庄的姑娘 我对她并不反感 父亲从大伯父的书房出来 听见母亲哭 低声劝导 过去的事就在提了 育儿的婚事已是定局 你切莫在胡言乱语 坏了催家侄女的名声 新婚之夜 我被灌醉了 等醒来 房中已是空无一人 下人们告诉我 萧清月已经起身 去接见我的父母 我赶紧起身洗漱 还未赶到正厅 远远地便听到一阵笑声 萧清月不知道说了什么趣事 竟让我母亲展露笑颜 春光透过房檐 柔软地洒在她身上 我远远打量着她 不自觉弯了唇角 婚礼结束后 父亲须得赶回云州 处理足中事务 临行前母亲特意唤我到房中 叮嘱我要好好和萧清月相处 公主知书达理 并不像传闻中那般不堪 我点头应下 陛下赐婚的本意 是警醒世家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和萧清月和睦相处 但萧清月的所作所为 却出乎我的意料 我父母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将我赶到了 另一个院子 我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他 他却直白地问我喜不喜欢他 我们那时都不曾相处过 又如何谈得上喜欢 但平心而论 我并不讨厌他 我正思索着 该如何委婉地回答他 他却突然笑了 说这段婚姻本就不是自愿 要跟我各过各地 让我别给他添堵 从小到大 因为家事样貌 无数女子对我趋之若鹜 萧清月是第一个主动 与我保持距离的女子 他说这门亲是非他所愿 想来他或许早就已心犹所属 奈何黄命难违 他又不得不从 在他避让下 我们见面的次数趋之可数 在外人看来 我们相敬如宾 但关起门来 我们不过是生活在 同一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 婚后的第二年 大伯母生了一场怪病 连御医都找不出症结所在 就在我们陷入绝境之际 萧清月却送来了 药王谷的丹药 治好了大伯母的病 她有一枚药王谷谷主的玉佩 是我们成婚时 白云冠冠主送她的新婚贺礼 本是让她自己留着保命用的 我没想到 她会舍得用玉佩 为大伯母求要 大伯父为人刚正不阿 陛下赐婚 断了我的仕途 她却并未将怨气 撒在萧清月身上 平日里就时常教导我 女子在世上有诸多不义 要我对萧清月以礼相待 此番萧清月对大伯母 施以援手 她感激之余 也深觉欣慰 公主与那些自小 在深宫里长大的孩子不一样 她虽看上去不好接近 但心地却是极好的 塞公施马 胭脂非福 她劝我不妨试着 与萧清月好好相处 夜里我辗转反侧 萧清月的确是个很好的姑娘 她身份尊贵 却并不跋扈 对长辈谦和有礼 对下人亦不曾苛待 既然我们已是夫妻 那我为何不能与她再进一步呢 得知萧清月喜爱作画 我便悄悄画了一幅画像 当作生辰礼赠予她 其料我将画像呈给她时 她却看都不看一眼 她的态度让我很是挫败 我想不明白 她对所有人都很好 为何偏偏距我余千里之外 难道我是洪水猛兽 会吃了她不成 彻底对萧清月刮目相看 是在永昌二十一年 那一年 幽州大旱 近年来 北面匈奴年年来犯 连年不断的战争号 几乎空了国库 朝廷拿不足够的银两来赈灾 眼看着灾情越来越严重 使萧清月站出来 说动京中女眷捐钱 硬生生凑出了一半的赈灾款 解了这燃眉之急 我知她每月十五 都会到承西 为企儿们施州不善 却从想到 她竟能说动那么多人 凑出那么大一笔钱 幽州试了 正逢中秋 陛下在中秋宫宴上 当众要给萧清月赏赐 她却说自己身为公主 为君分忧 为民解难 皆是分内之事 此言一出 殿内大臣对她称赞有加 我静静坐在她身边 心里缓缓浮现出欢喜的滋味 我的妻子有情有义 心里装着天下苍生 这样的女子 又怎能不让人心生爱慕 陛下更是龙颜大悦 当众允诺可以为她实现一个愿望 怕她又要拒绝 还特意言明 这不是一个皇帝对臣子的赏赐 只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嘉奖 这一次 萧清月没有再拒绝 此时我还不知道 日后她竟会用这嘉奖 来与我合理 而我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无论我如何是好 萧清月始终对我很是疏离 我百思不得其解 苦闷不已 恰逢崔运给我下了拜帖 邀我过府一叙 我与她是表亲 少年时曾一同在山中求学 曾约定好日后 要一同在朝堂中大展拳脚 只是后来我成了驸马 而她公事繁忙 联系便渐渐少了 原以为这只是 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聚会 却不料她的妹妹崔婉音也在 崔家长辈抑郁为她定下亲事 可她不喜欢那男子 情急之下便偷跑到京城 投奔兄长 她说着 眼中隐隐有了泪光 表哥 因心里装着的人一直是你 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我一正 原来崔运今日设宴 竟是为了替亲妹绸缪 前几年 我母亲的确有意 让我与崔家结亲 但并未有过实际的举动 如今我已经有了妻子 断不可能再与她有纠葛 当着崔运的面 我郑重地拒绝了崔婉音 荒唐的想法 崔婉音愣了几秒 随即掩面哭泣 崔运心疼她 欲开口劝说 我赶紧起身 抢在她之前开了口 承门厚爱 但谢于此生 只会有清月公主一个妻子 我心悦公主 只愿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未曾料到 崔婉音竟有胆子 去找萧清月 若不是崔运跑来报信 我亦不知 她担心崔婉音的安危 求我出面去救她 在她嘴里 自家妹妹是懵懂天真的 规格女子 萧清月却是心狠手辣的残暴之人 我面露不悦 在对公主出言不逊 我打断你的腿 崔运也意识到自己言行不妥 面露善色 向我致歉 可我起身换下人去背马 却又听到她在背后 小声嘟囔了一句 也怪不得我呀 她可是连自己的妹妹都敢推下水的女人 我捏起拳头 李智却告诉我 眼下去找萧清月才是最重要的 赶到山庄时 崔婉音正跪在萧清月跟前 自求进门作妾 我怕她误会 急忙向她解释 表妹孩子心性 她打小在家中胡闹惯了 谢欲替她向公主赔罪 还请公主 莫要与她计较 又担心 崔婉音再惹出是非 让崔运赶紧将她妹妹带走 傍晚 我又到萧清月房中 向她解释前因后果 告诉她 崔婉音是因为不满家中 为她定下的亲事 才跑来京城胡闹的 她安静地听我说完 朝我淡淡一笑 我以为她是肯原谅我了 不料下一秒 她竟直接递给我一份和离书 还让我不要辜负 崔婉音对我的情谊 我和崔婉音 能有什么情谊 她对我们的误会 实在是太深了 我在故步的许多 一股脑将自己的心里话 说给她听 生怕此时不说 就在没有机会 我自自肺腑 恨不得将一颗心袍出来 递到萧清月面前 她却一个字 也不肯信 她否认我的心意 说我只是自尊心作祟 感到不甘心罢了 我被她气得头疼 活了二十多年 难道我连自己 是不是喜欢一个人 都琢磨不清楚吗 三年来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姑娘 有多能气人 可偏偏我早已把她 放在了心肩上 难过得要命 却又不知该如何 跟她解释 我从未觉得如此挫败 若是她当真心有所属 我还能光明正大的 与那人争上一争 可她却说 自己并无男女之私 爱上一个这样的姑娘 我是当真不知道 自己该如何是好 脑子里一片纷杂 理不出半点头绪 眼下我和她的情绪都太激动 不一再继续争论 我从她房中退了出来 却不想我这一退 便将自己退入了绝境 萧清月的外祖病重 她向陛下求了恩典 去静州探亲 我想陪她一起去 被她拒绝了 我很挫败 却又怕将她逼得太紧 惹她厌恶 公主府里处处都是 她留下的痕迹 花园里有她亲手种下的花 池塘里为着她 精心喂养的锦礼 我独自待在府里 只觉得心中的思念 如野草一般 肆意生长 一日胜过一日 好不容易等到萧清月回京 她却不愿见我 她身旁伺候的忍东姑姑 见我面露沮丧 温生向我解释 公主此行舟车劳顿 驸马就让她好好休息几日吧 若说这府里 还有谁希望我与萧清月修成正果 那必然就是忍东姑姑了 我信了忍东姑姑的话 却不想萧清月早就背着 我向我父亲讨了和黎叔 她带着和黎叔进宫 求陛下云我们和离 我们和离的是 在京中传的沸沸扬扬 坊间有谣言说 萧清月品行不端 恶意插足我与崔婉月的感情 有好事者竟以此为原形 编写了一本名为 霸道公主棒打鸳鸯的贤书 此书一经发售便风靡京城 龟中贵女人手一本 可谓荒诞至极 萧清月不堪其扰 离京散心 我知道这是崔婉音搞的鬼 找到她 要她给我一个交代 崔婉音非但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反而十分骄傲 欣喜地说道 表哥 你终于来找我了 要好想你啊 说着 竟是不管不顾的 就要牵我的手 我赶紧退后三步 与她保持距离 崔小姐 我上次应该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喜欢你 我只喜欢公主 她脸皮厚如城墙 可眼下你们已经合离了 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我看着她笑嘻嘻的脸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幼时母亲带我回崔家醒亲 我也曾与崔婉音也见过面 记忆里她是个端庄文静的姑娘 怎么长大了 却像是变了个人一般 正好崔运来了 我让她赶紧写信 把崔婉音送回崔家 崔婉音不肯走 还没脸没皮地说 我和她是命中注定的一对 我在哪她就要在哪 我越发觉得 她令人生艳 崔小姐要是在虎角蛮缠 我不介意亲自给崔家写信 离开崔府后 我不敢放松警惕 派人悄悄跟着崔婉音 如此几日 我终于发现了她不对劲的地方 她似乎患上了某种异症 一个人时总是会自己 跟自己说胡话 她还会说一些 让人听不懂的词 例如系统 攻略 积分 任务奖励之类 我原本想再观察几日 但监视她的人说 她认为我不喜欢 她是因为萧清月的原因 打算用积分兑换道具 对付萧清月 我听着手下的禀报 折断了手中的笔 当天夜里 我派人将崔婉音略 到了一处别院 对她进行拷问 她一开始还以为 我只是吓唬她 后来我拿出刑具 她顿时就怕了 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 浑然没有半分世家 嫡女的风范 她说 她是来自异世界的攻略者 来到这里的任务 就是攻略我 表哥 要是你不喜欢我 我会死的 她头发披散 哭得眼睛都肿了 但我不会对她 心慈手软 真正的崔婉音 已经死了 我没有理由放过她 我将崔韵请到别院 让她在暗处 听着崔婉音 亲口承认 自己的真实身份 崔韵却很快 就接受了眼前的事实 原来她早就发现 崔婉音不对劲了 在她的印象里 自家小妹温和安静 心比天高 不是会为了一个 不爱自己的男人 要死要活的女子 她写信 将崔婉音的事 告知家中长辈 崔家商讨过后 决定派人来京城 接崔婉音回家 崔韵告诉我 他们会将她 送进尼姑庵中 派人看管 崔婉音得知这个消息后 彻底疯了 不要 我不要去尼姑庵 我已经在那里 待了整整五年 我不要再回去 谢玉 两次了 我攻略了你两次 我哪里比不上萧清月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爱我 我震惊不已 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却笑得癫狂 左右我也要被系统抹杀了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我还未弄清楚 崔婉音话中的深意 萧清月先出事了 她途经青州 得知青州之州陈巡 恶贯满盈 逼得百姓落草为寇 便亲笔写下一封陈情书 派人送至狱前 我得到消息 主动向陛下请婴 带人赶赴青州剿匪 一路快马加鞭 终于见到日思夜响的人 她轻瘦了些 我想派人先一步 护送她回京 她却是不肯 陈巡在青州手眼通天 要是不冒险 青州百姓的苦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陈巡一日不除 青州百姓便要多受一日的苦 百姓受苦 本宫身为公主 岂可独善其身 我拿她没有办法 从我们成亲那天开始 我好像就一直拿她没有办法 临行前 她朝我郑重行礼 谢大人 我替青州的百姓先谢过你 他们的命 我的命就悉数托付给你了 却是连我名字都不肯换 我心中难掩失落 可如今 我连同她理论的身份都没有了 捉拿陈巡的计划 进行得很顺利 陈巡一直以为我是个愣投青 直到我率领人马围住臣府 她才知道自己重计了 她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欲杀萧清月给自己陪葬 我连忙将萧清月护入怀中 自己却不小心被一支剑射中了手臂 陈巡见状 放声大笑 虽杀不了公主 但有谢氏公子与我作伴 也算是值了 萧清月连忙抬头 她看着我 眼神中的急切与慌乱 做不了嫁 我心下欢喜 却又不忍她担心 拼命忍住猴头上涌的兴田 轻声安抚她 清月 别怕 话音未落 我只觉得头疼得厉害 双眼一臂晕了过去 我侥幸捡回一条命 陈巡恶贯满盈 陛下下令判她侥刑 许是身体里的余毒 尚未排清的缘故 结案后 我大病了一场 病中 我总是反反复复 做着同一个梦 梦里我和萧清月 也是夫妻 不同的是 梦境里的萧清月 爱极了我 而我却对她冷淡至极 崔婉音主动上门 求萧清月让她进门 萧清月不允 她便直接出言挑衅 惹得萧清月大发雷霆 把她勾引我的事散播出去 崔家贤丢脸 把她送进了尼姑庵 我本就不喜萧清月 此事之后 更是对她愈发疏离 最后的梦境里 有人告发我私自设证 我因此一病不起 萧清月亲力亲为地照顾我 我却在弥留之际 对她说了朱新的话 害她醉酒后摔下马车 活活摔死了 醒来时 屋外飘着雪 心口处突然酸涩难耐 我猛然想起梦境里萧清月死的那天 上京也飘着这样的大雪 她重重地摔在雪地里 额头上的鲜血 蜿蜒而下 犹如一行血泪 风生漆漆 雪花顺着窗户飘进来 让人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陛下风霄清月为宁定公主 风亦灰尘 她走那日 我终于鼓起勇气 策马拦住了她的马车 欲将梦中之事告诉她 她听了 面上并无震惊之色 眼中无悲亦无喜 你梦中所见 是你我的前世 我猛然抬眼 不敢置信 从前我不懂 她为何不肯正眼看我 可我却未曾料到 早在上辈子 她就已经将一颗心捧到我面前 是我自己没有珍惜 我悔不当初 想求她为我留下 脑海中 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自己前世的种种恶行 那些挽留的话 便再也说不出口了 我伤了她的心 她恨我还来不及 又岂会再爱我 而我 又有何脸面 在求她爱我 风声大作 吹得我心中一片荒芜 胸口触痛得鲜血淋漓 但我还是撕下衣袍上的白布 递到她面前 她说自己重活一世 只愿能活得潇洒自在 我欠她良多 相守已是奢望 既是如此 我唯愿她心中所求 皆能如愿 那日一别 萧青月数年不曾回上京 直至陛下缠绵病榻 召她回京 她才写丈夫一同回宫 其实 传位的圣旨她早就写好了 执意召萧青月回京 不过是为了当着她的面 留下一条口谕 她宾天后 要与缘后合葬 她借此告诉萧青月 她心中始终是挂念着她的发期的 萧青月却不肯领情 我们在公道上相遇时 她正与夫婿埋怨此事 母亲恨她 她生前都不愿同她多说话 死后又怎会愿意与她同学 她哪里是挂念母亲 分明是想借此 搏个长情的好名声 她鼓着腮帮子 脸上是我全然不曾见过的鲜活模样 而她的夫婿 狼牙王室那位赫赫有名的 离京叛道的十七郎 正在跟她出歪点子 夫人别气 今晚我便亲自带人 把岳母的棺木移出皇陵 我对此嗤之以鼻 能说出这种话 一看就不是个正经人 但萧青月却被她逗笑了 她娇憨地瞪了她一眼 两人笑作一团 直到我公生向他们行礼 才有所收敛 萧青月看见我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又恢复了我记忆里 那般端庄的模样 谢大人 近日可好 我心间翻腾起千百情愫 竭尽全力克制 才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颤抖 劳公主挂念 臣一切都好 简单地寒暄过后 我拱手与他们道别 他们渐渐走远了 但风声里却隐隐传来 王世七吃味的声音 夫人方才为何要对她笑得那么好看 哼 没准她就是知道你回来 特意在这等你的呢 她喋喋不休 惹得萧青月忍无可忍 她是朝臣 进宫再寻常不过 你若再无礼取闹 今晚就睡书房去 王世七的声音弱下来 可是 可是她至今未在取啊 虽然坊间都说她一心向导 可我就是觉得 这丝是对你于情未了 萧青月无奈至极 你想太多了 我哑然失笑 王家这位十七郎 长了一颗玲珑心 竟将我隐晦的心思猜了个透 与萧青月合离的第三年 母亲开始操心我的婚事 我不堪其扰 只好借口说自己一心向导 断了母亲让我再取的念头 而今日 陛下并未召我入宫 我此番前来 不过是因为听到了 故人回宫的消息 这才学了个由头 等在宫门外 想远远看她一眼 我心有明月 明月不可追 但我怕今日不来 此后余生 便再也瞧她不到 我心有明月不可追 我心有明月不可追 那我心有明月不可追 感谢观看